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顿巴斯战役的情况 昨天在北顿尼斯克方向,波帕斯尼亚南部地区的卢干河水库遭到了乌军的破坏 乌军使用炸药想要炸毁卢干河水库这个大坝 结果炸药量使用过少 很有可能是乌军仓促上阵,所以没有选择好炸点 发生一声巨响,但是实际上没有破坏整个霸体 我后面也把爆炸现场的视频给大家播放 你点标题可以看到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从现场的破坏情况来看,霸体实际上没有遭遇太大的破坏 从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出乌军急于后撤 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准备要破坏当地的旧设施 召集向斯拉伯扬斯克方向后撤 因为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一个U型的包围网 和我之前给大家分析是一致的 乌军也发现了自己陷入俄军的包围圈 所以现在必须离开,尽快撤离 我后面通过一组地图给大家从图上讲解 现在整个顿巴斯斯拉伯扬斯克北顿尼斯克方向的最新战况 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昨天顿巴斯战役也就是北顿尼斯克利希昌斯克最新的一个战况 昨天乌军主要是集中在波帕森亚南部地区 波帕森亚 它南部地区这个水库卢干河水库 这个水库位于格尔洛夫卡 它北部地区 实际上俄军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 特别是波帕森亚和格尔洛夫卡将它整个的包围住 有个U型的包围圈 那现在乌军已经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包围 在这个方向实际上一连这个水库就被完全封锁 这里边有大约2000到3000的乌军 现在乌军准备后撤到阿特木 就是布哈蒙特阿特木 那也就是向斯拉比亚斯克靠拢 昨天乌军在这个卢干河水库 炸毁了这个大坝 炸毁了这个地区 我把这个现场的这个照片 也给大家贴出来 大家从这个现场照片也可以看 卢干河水库 大坝被炸的现场情况 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从现场来看 这个升起了黑烟 但是大坝本身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毁 实际上连个坑都没有炸出来 所以可以看乌军他非常仓促 炸毁这个大坝非常仓促 或者说乌军根本没有准备 也没有钻孔 直接在坝体上铺设炸药 而且这个炸药数量也不大 所以对坝体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这是乌军撤离 卢干河水库大坝这个地区 我觉得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它炸毁大坝以后 就会向北部地区布哈木 布哈木特就是阿特木方向撤离 所以可以看 这个地区实际上就已经被俄军 实际上已经控制住了 那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边境地区 顿尼斯克州 它的宪法边界 它的整个地区的宪法边界恢复 现在已经看已经开始逐渐的形成一定规模了 卢干河水库之前在上游曾经有大坝被炸过 之前给大家汇报过 之前上游地区 大坝被炸了以后 卢干斯克它的下游几个城市 包括托洛伊奇克这个地区实际上被水淹过 那么现在这个水坝一旦爆炸 包括哥尔罗夫卡它的下游这些地区都会被水淹 所以现在看乌军正在实际上破坏顿巴斯地区的基础设施 为自己的撤离提供时间 除南部以外 北部地区利西昌斯克南部 泽洛特哥尔斯科耶这个地区也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现在俄军已经进入泽洛特 它的中心城区开始这种巷战 泽洛特实际上这个地区有大概三到四千的乌军 是专门利西昌斯克为了守入整个的波帕斯亚 西部和东部地区连线这个位置 西部东部连线位置 所以在哥尔斯科耶泽洛特这个方向 派出了大约三千到四千乌军进行防御 实际上我之前讲过 托斯基夫卡现在已经被俄军占领 那么俄军从波帕斯亚一路向北 现在已经打到了弗鲁比夫卡 科米术瓦哈 科米术瓦哈昨天已经占领了 而且昨天使用的是空降部队 俄军的空降部队 那么波帕斯亚向北到达弗鲁比夫卡 那么北部的托斯基夫卡连成一线 你可以看就不将哥尔斯科耶和泽洛特 这三到四千乌军包围了 形成了一个前行攻势 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包围圈 能包围三到四千乌军 这个地区解决以后 利吉昌斯科 实际上它的援军很难到达这个地区 另外 泽洛特地区的乌军如果能够吃下 那么北部地区利吉昌斯科就被完全孤立了 所以这个包围圈已经形成了 从这个地图上你可以看 大家看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画得非常清晰 这是俄军未来的一个 最新的作战动态 你可以看 托斯基夫卡 弗鲁比夫卡 形成一个前行 前行将哥尔斯科耶和泽洛特 完全的包围 那现在看呢 我之前给大家画这张地图呢 我觉得非常准确的显示了 莫斯科方面 也就是俄罗斯总参部 他的一个意图 所以大家看我这个视频 可以直接领会 这个莫斯科总参部 俄罗斯联邦总参部 他的直接的意图 我觉得我这个频道 对大家非常重要 让大家就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的通过一张 简单的地图 就可以理解 莫斯科方面 他在整个北斗 波帕斯尼亚呢 他现在呢 向这个阿特木方向呢 主要是要控制 苏勒达尔这个地区 苏勒达尔 控制了苏勒达尔 这条高速路被切断 那么阿特木 和北斗尼斯科 立基昌斯科之间 这个通道就被切断了 现在呢 俄军呢 已经占领了 苏勒达尔郊区 郊区的一些地区 郊区的一些阵地 所以苏勒达尔已经 现在实际上呢 在俄军的炮火内 俄军现在没有进攻 苏勒达尔 还没有进攻 苏勒达尔 苏勒达尔地区的乌军呢 现在也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啊 那现在俄军的目的 非常明确啊 就是要在阿特木方向 在阿特木方向 进攻阿特木 所以下一步俄军 主要目标是阿特木 苏勒达尔我觉得 这个地区只要持续交火 就会 实际上就会封锁这条高峰 所以苏勒达尔我觉得 不会很快会进攻他 主要是对阿特木和 这个苏勒达尔两地的乌军 形成一个牵制 另外实际上 也想吸引利息昌斯克方面的 一部分乌军 从利息昌斯克调出来 他只要出来 那么利息昌斯克 实际上呢 他这个人数就限 我觉得现在呢 俄军的意图呢 实际上是围困阿特木 另一方面也围困利息昌斯克 让乌军呢 两边进行调配 在调配途中消灭有胜力量 很有可能这种计划 那现在呢 波帕斯亚呢 他呢 对泽勒特这个地区的乌军呢 形成一定压力啊 那么泽勒特这个地区的乌军呢 实际上处于两难的位置 为大家解释一下 格尔斯科耶加泽勒特 有三到四千乌军 他如果北上撤离到利息昌斯克 对他来说最有利 因为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U型的包围圈 托什基夫卡 弗鲁比夫卡 实际上这两地一连就将格尔斯科耶加泽勒特包围 他必须后撤 向利息昌斯克后撤 但是他如果后撤的话 很有可能在后撤途中 在托什基夫卡这个方向 俄军会将他 对吧 拦腰截断 他后撤的途中可能被消灭 如果他不后撤 那么一直坚守他自己的这个 兼顾的城市的防御阵地 那么很可能在这个地区 就被俄军用重火器消灭掉了 所以俄军现在也调来了这个重炮啊 就世界上口径最大的这个迫击炮 实际上都在这个地区 就重炮如果轰击这个地区的防御攻势 实际上这三到四千乌军被消灭 也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他陷入两难 就像我昨天讲的 这个战争的艺术就在这啊 你有了坚固的防御 但是你移动速度就慢了 你很难激动 你没有了激动性呢 实际上你只能被动挨打 所以现在乌军包括基辅方面啊 他的总参部需要选择 到底是后撤 利吉昌斯克还是在这个地区坚守 因为现在俄军已经将他切割了啊 现在从波帕斯亚 科米舒瓦哈 一路向北 弗洛比夫卡 如果这条线完全连成一线 你可以看啊 托斯基夫卡 这就已经形成个大包围圈 他再想走 已经不可能了啊 这个奥里霍卧呢 实际上也已经被俄军占领了 所以呢 这个包围圈 现在乌克兰总参加部啊 必须尽快选择 到底是跳出包围圈 向利吉昌斯克后撤 还是坚守阵地 如果坚守阵地的话 利吉昌斯克的守军会不会向这援助 如果向这援助 中间是不是俄军也可以 这个地区是是大量的什么 大量的这个空旷地带啊 俄军也可以用重火器 包括无人机 包括武装直升机 对援助军队啊 通过这个高动路援助的军队物资啊 打击他的补给线 也可以消耗利吉昌斯克 他的守卫力量 所以你看俄罗斯总参部呢 他选择波帕斯亚 我觉得非常聪明 所以你看波帕斯亚这个点 我觉得大家从这个点就可以看出 俄罗斯总参部当时选择这个点 这个用意 就像下围棋一样 这个点非常重要 我一直强调波帕斯亚 所以当时波帕斯亚战役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普通的 乌冬地区的一个局部战争 但实际上呢 这个波帕斯亚一个点 你看带活了整个地区一盘起 所以我对波帕斯亚非常关注啊 我一直得在提醒大家 要关注波帕斯亚 那这是我呢 今天给大家分析 现在来看呢 泽勒特呢 郊区已经开始的一种巷战啊 实际上我觉得俄军也只是什么阳攻 为什么呢 这个地区的碉堡非常坚固 俄军呢 想要突破这个碉堡群 其实很难 所以呢 只是阳攻给利西昌斯克 给乌克兰政府军啊 也给基辅方面 给乌克兰总参部 一个巨大的压力 让他尽快选择 是后撤还是坚守 如果坚守的话 必须从利西昌斯克 调兵或者调弹药 来这个地区 那么俄军就有行动了 如果他一直归宿这个地区啊 那么俄军就会什么 对他进行消耗啊 不断的进行骚扰 消耗他 消耗他的弹药 消耗他的补给 消耗到一定程度以后 用重炮轰击 所以我说啊 俄军现在对这个 北约制定的这种城市啊 链条型的这种防御阵地 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打法 先围住 消灭你的补给舰 消灭你的后勤补给 然后呢 消耗你的弹药 最后用重炮啊 将整个地区摧毁 不可能有火雾了 这个地区啊 然后通过围困这个地区呢 可以把重点城市 利西昌斯克 他的乌军调出 对吧 调出你的城市防御网 调出了以后 在郊区 在郊野地带 哎 哎 你全部见面 消灭 那这就是呢 昨天啊 北断尼斯克方向 最新的一个战况 后续呢 有北断尼斯克更新的消息呢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分享